台風接連過境 導致菜價狂飆 政府也清查是否有菜蟲囤積和炒作情況 在一片寒掌聲中 不少族人以自然農法耕種的蔬菜 不僅營養新鮮 價格也沒有上漲波動 生活消費者喜歡 有民眾就利用週末假期前往農夫市集買菜 包含芥菜 羅曼 大白菜 以及近日價格飆漲最兇的九層塔 在這邊的價格相當划算 不到三個小時就被搶購一空 早上就是很多我們老主顧 媽媽一看到這個菜上來就 因為現在不管是大賣場 或是一般的市場的菜價都很貴 所以我們這個 我們農夫市集的價錢是 不會因為價格的推動 波動 然後就會把那個價格抬高 一樣都是我們用原來的價錢這樣賣的 台商提到台風過境 造成蔬菜產量銳減 不過由於多半採用自然農法 或是漢方肥料栽種 蔬菜根部比較不容易腐爛 有些短期葉菜大概兩週就能重生 也有攤商利用自製糖蜜或葉菜 作為肥料自產自銷 我們這個不會耶 因為我們不是像那個 像那個傳統市場 他們都是由廠商去批回來 然後再賣給那個 我們是直接不管是台風 台風我們都沒有台風 我們的價錢都是統一的 不會說因為台風了 我們這個本來是三個一百 我進台風過後 我這個賣五十塊 我們沒有 還是一樣的價錢 攤商強調這些自產自銷的蔬果 因為不禁盤商買賣 也不會有炒作的狀況 價格也就不會隨著大幅波動 在這個菜價狂飆的時期 眼前這些小農攤商擺出來的蔬菜 或許也成了消費者另一個新的選擇 記者祝國改禮的大陸新北市新店採訪報導